美女老师被学渣疯狂追求 老师被整烦了 和学渣打赌 只要你考第一 我认你在哥 此话一出 学渣的右手再也没有休息过 别想买了啊 人家是在奋笔疾书啊 美女老师叫做志盈 她刚来到学校 就被分配到学校最差的班级 这班里头有三大金刚啊 大金刚叫老白 17岁了 长得跟七十似的 你别看她长得挺成熟的 其实非常的单纯 老师八角的 因此经常被人骗去干坏事 等老师发现的时候 人家都跑了 就她一个人背黑锅呀 第二叫做小时 整个就是一盖里屋子 年纪轻轻却是一个老色皮了 看到志盈这种美女 那家伙整天跟苍蝇似的 翁翁的围着他转呢 志盈呢被他整烦了 这才弄了那个考第一 就和他约会的赌约 至于最后一个 那可就厉害了 叫做阿浩 早得帅 而且回回考第一 可为啥他还是三大金刚呢 这一兄弟 凭借一张帅脸呢 差不多该把学校 仅有的几个女的全给拿下了 而且据说 阿浩在学校外面的时候 还骑过警车呢 志盈知道 自己要管好班级 必须把这三个人给摆平了 正巧学校不久之后 要举办校庆了 每个班都要表演节目 志盈让他们三个来表演 刚开始都不乐意 可志盈说了 我们要表演的是跳舞 而且老师会跟你们一起跳哦 他们一听这话 心里就开始歪歪 志盈跳舞的画面了 哈拉罗差点流出来了 于是乎 志盈开始带着三个人练了起来 本来他的想法是 三个人刻意时间都来跳舞 也就没有时间去挑逼得蛋了 这不一举两得吗 但是志盈的做法 还是引起了别人的不满了 谁呀 学校的教导主任呢 为啥呀 这个教导主任呢 四十好几了 还是个单身狗啊 志盈的到来 让他雄性荷尔蒙是再次爆发了 看人家了 现在看志盈教三个男生跳舞 偶尔还有肢体接触 把他给忏悔了 再回到志盈这块 和老白三个排练的这段时间呢 志盈也逐渐帮助三名问题同学 走上了真轨了 老白因为长相问题自卑 被人欺负也不敢吭声 志盈就主动接纳他 让他自信起来 而小时呢 因为读约 这段时间呢 除了跳舞排练 那就是学习呀 都快学魔诊了 最后就剩下阿浩了 他平时那些撩妹手段呢 对志盈啊 一点用没有 这反而激发了他这斗志的 专心攻略志盈 可这么一来呢 也没有办法出现乱搞了 所以啊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 学校举行了一次考试 小时凭借最近这段努力啊 成绩愣从倒数考到第二了 跟第一的阿浩就差一分了 这把小时给气够呛啊 可万万没想到 老师啊 有道题其实批错了 小时就拿回两分 好家伙 直接超过阿浩成了那么万了 那就履行赌约吧 但志盈不行啊 他一开始只是想激励小时一下子 谁想到他这么猛呢 面对小时的请求 志盈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推脱呀 哎呀 我亲近来了 哎呀 今天皇帝说了不易约会呀 就这么的 志盈硬生生把这个事 推到了校庆的时候了 小时这会也明白了 志盈是无论如何 都不愿跟自己约会了 他这心里生气啊 于是偷偷在眼镜里面啊 下点药 本来想给志盈喝的 可志盈着急上台表演 就把眼镜放那了 志盈他们开始表演了 直接引爆了全场啊 主要啊 志盈真的是太性感了 在一片幻生笑语中 只有教导主任这个脸板的呀 跟鞋把子似的 他就觉得 这志盈跟学生肯定有事 不然竟然他年纪轻轻的 怎么能搞定这三大金刚呢 哎 也是巧了 校庆结束之后 主任就看到两道身影 其中一个穿着白色长裙 这不就志盈的衣服吗 俩人啊 咱那块鼓鼓求求 哇 主任联盟跟上去了 那俩人就跑了 最后来到一个荒废的教室 没看到人 就找到一个红色高跟鞋 第二天 主任把老白他们三个 递流到体育馆了 当着全校师的面体罚呀 逼他们说出昨晚 是谁和志盈乱搞了 可打了半天 谁也不承认 过了一会儿 志盈也来了 说自己昨晚啥也没干 那个主任说 你偏鬼呢 我亲眼看着了 你和学生在那干啥 这就是现在版的 潘家联与西门庆啊 志盈说 你真没文化呢 还在学校混呢 你就算是有 那也不是潘家联与西门庆 那叫小龙女和杨过 主任说 别逼一逼了 是谁根本不是重点呢 继续在那会儿骂呀 就在此时 一个男老师突然站了出来 对了主任就是一顿卷子 这是咋回事呢 时间回到那天晚上 志盈留下的饮料 被这位男老师拿走了 他也没有吃毒神 可另外一个女老师 把饮料给分了 可别忘了 里面有药啊 女士两个人呢 欲火难耐了 就找个地方呢 放纵一下子 而那个女老师和志盈呢 穿着同款的衣服 误会解开了 主任因为这个事啊 被开除了 志盈留在学校 继续教导学生啊 可最后 他到底有没有和小时 越过道德的边境 走入爱的禁区呢 狗长就不知道了 强烈要求拍个续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了 片名在这就不说了 我会留言之鼎的 这个也是一部 非常出名的韩国电影的 片名会让你以为 是个十八劲 看完之后啊 你会发现的 其实啊 它真是一个十八劲的 但不是因为 有啥不健康的内容 而是常人看完之后 会回忆那一去不返的 青春岁月 那个时候单纯中二 对未来充满幻想啊 然后再回到现实 却是盈盈勾勾 压力山大 青春不在呀 这种落差 比那些不健康内容 对身心的伤害还要大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勾掌区疗伤了 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 接着吧